认知共享 关注我公众号的一个朋友 他给我的留言 他留言问我对认知共享 有没有什么想法 回信息的时候发现 什么超过48小时 没有办法再给他回信息了 就想做这一期节目 然后来解答他的问题 我对认知共享的认知呢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集体潜意识 我对意识的理解啊 就是意识 可能就是三个大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平时 这个生活中我看到你 然后我认识你 或者我看到一些东西 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认知 这个是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普遍都存在 动物界植物界都是有的 然后紧接着第二层呢 是潜意识 这个潜意识是什么 就有点像我们平时 不怎么调用的一些记忆 就好比说你看过一次的一本书 或者是看过一次的某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不经常调用这个记忆 所以它就是被封存在某一个小的角落里 然后我们经常用到的意识 就好比说我们英文单词 我们背单词 有很多单词是我们经常见的 就是你每天都要用到的 可能也就一两千个词 它这些词是高品词汇 它就会经常在你的 就是最上层的意识里头 就像一个深渊一样 在最上层 在表面 你经常会调用它 然后那个不经常被调用的 所谓的潜意识 其实都是我们或多或少看到过 听到过 或者感受到过的一些东西概念 就是它是在我们的 比较深层的一个意识区域里 然后只是我们比较少调用它 但是像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或者冥想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调用到这个意识区域 是因为我们在睡觉也好 冥想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类似修行 类似修行 修行为什么要打坐 为什么要打坐 它其实就是在连通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意识链条 我们这个意识链条 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点相当于 就我们之前有一期讲 我有说过好像地球附近 它会有一圈储存所有地球的过往的东西的 这么一个层 这个层就有点像地球的一个存储空间 它把地球所有的精力都存储在这个球体内 我今天想明白这个球体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磁场 就是我们地球自转产生了这个南北极的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它其实是 它是一个场 它也是一个 类似 存储的这么一个空间 也是一个通道 就有点像是 为什么我们就是房 以前的房子都是坐南朝北的 以前古代人建房子都要建木质结构的 土质结构的 或者是石头 就是自然界里头的石头 它都没有金属的 为什么 是因为金属它会把你的这个磁场屏蔽掉 就有点像微波炉的概念 微波炉外头是没有里头的那个微波的 就金属它会屏蔽掉你的磁场 要么为什么导航在房间里它就会失效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难接收到这个讯息层 是因为我们都在钢筋水泥的结构里 我们很难 就是大部分的讯息都被屏蔽掉 这个讯息就藏在地球自转产生的这个磁场里 要么为什么 我们看 有 所有的 所有我们认为的行星啊 就是可以有生命的这种星球 所有的行星 它都是有自转 这个自转 它产生的这个电磁场 我们对这个电磁场的认知 只是它保护了地球的大气层 它不会被太阳的电离风所吹散嘛 那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含义 意义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存储地球所有的信息 就是这个星球上曾经有过的所有的讯息 这是自转产生的这个信息层 然后为什么我们说睡觉最好睡南北的 这样我们就像一根天线一样 可以很好地去接收这个地磁场里头的讯息 在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接收 然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头为什么是圆的 身体其他的部分 就是都是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只有我们的头盖骨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圆形的 包裹着我们的脑子 就像地球一样 就像电子一样 它都是圆形的 这就方便它接收讯息呀 那你刚刚说能认知共享 对认知共享 这是我之后要讲的 我现在就是讲说 我认为的这个地球磁场是一个 是一个意识层 就是地球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东西的意识层 然后这个认知共享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意识层里头的这个脑子 它都可以接收这个 因为它我们都是 这个脑子都是在这个磁场里头的 所以通过这个磁场的通道 我们就可以传递我们的意识 给这个地球上所有的 有脑子的 或者是有电子的 因为我觉得植物都是有意识 动物也都是有意识 只不过它们很难去静下心来 像我们一样修炼 就是打坐很长时间去接收这对意识 所以它们没有像我们进化的这么高 我们之所以有进化的这么高层次 是因为古代我们的人类进化的比较好 因为它们都住在木质结构房子里 或者住在山洞里 或者是住在那个时候这里 金字塔 石头制的房子 这个是一个线号放压器 我们等一下说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在这个意识层里头的这个脑袋 它都可以通过这个磁场 去进行意识交流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 我们现在所有这看不见的这空间里头 它就其实就是一个 图书馆也好 还有一个大磁盘也好 它就是一个厂 它就是一个记忆场 它存储了我们所有所有地球上发生过的事情 还有包括我们产生过的意识 我们所有产生过的意识 它都这里头都有一份拷贝 就相当于这个意识 它不但是在我们所谓的现在这个脑袋里头 我们还一直在备份 跟它一直在有一个备份的过程 所以我们所有的意识都会备份到我们现在所有这个空间里头 然后这些空间它会通过就像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南北极这么一个流动的范围 它一直是流动的 然后这个流动呢 就可以把你的意识带给我 我的意识可以带给你 别人的意识也可以带给我们 这就很好解释了 那个岛上的猴子 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故事 一个岛上猴子发现喝水的时候用手捧着喝 比较容易喝到 不再去用嘴直接舔那水了 然后这岛上的猴子慢慢都学会了用手喝水这事 然后就发现没过几天 这隔壁岛中间没连接 隔壁岛的猴子也用手开始喝水了 这是意识是不用通过 就是我看见你做这件事 我学会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 直接好理解的一个理解方式 就是同一个岛上 别的猴子看到了这一只 然后其他岛上的猴子是怎么知道 这个用手捧着喝水呢 是通过意识 就是所有的猴现在都有这个意识 他们就像把他们的意识 也都在实时的备份 备份到这个空间里头 就是起提前意识 对就别的猴 它都接收到了这个意识 它就也会 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意识 所以比较好接收 我们现在就是这种 所谓的心灵感应也好 远程摇视也好 这种功能 其实都是跟这层意识层有关系的 这层意识层是像南北极一样 这样包裹着地球的 然后它的通路呢 就是南北极这样循环 南北极这样循环的通路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跟整个宇宙的沟通 就是其实整个宇宙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就整个意识层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只是说近地球 这个地球的磁场 它包裹了整个地球所有的信息 然后信息之间都是有 可以传输的 就是地球跟其他星球 是怎么传输信息的 就是通过它的重力 引力场 所有的引力场 它就是一个所有星体之间 传递讯息的这么一个通道 就是我们被吸在地球上的 这个重力 要么为什么我们打坐的时候 要挺直 就我们之前打坐那期 就是冥想那期有讲过 为什么我们要直立 然后金字塔为什么是 这是三角形 金字塔和人的形状 还是很像的 四个面 每个面都是三角形 我们看我们打坐的时候 每个面四个面 四个面也都是三角形 跟金字塔是很像 金字塔就是我们人体的 一个放大器 他是古代的君王 所谓的那个大智慧者 他会在金字塔里头 跟整个宇宙连通 这金字塔只是一个放大器 我们横向的这种 是接收地球整个的知识 我们纵向的这个 是接收整个宇宙的知识 要么为什么 大智慧者都要打坐呢 都要冥想呢 是要跟宇宙连通 我们不但可以 因为我们平时 时时刻刻都在接收 整个地球的讯息 最最好的接收宇宙的信息 就是打坐保持垂直 然后就是跟你的隐秘场垂直 这样是最好能 最好能接收 宇宙讯息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说别的姿势不可 因为我们头是球型的 所以我们的球 其实我们头的这个 头骨设计 就是为了让我们 时时刻刻都可以接收到 不管是地球 还是整个宇宙的讯息 全方位无私角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就是集体潜意识 也就是共享认知 我的认为啊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你如果我们想去感受到 以前地球上发生的事 或者以前人的思想 意或者是未来 都可以用冥想的方式 去获取 那么所有以前古代里头的那种 所谓的修炼的方式 都是要打坐 冥想 不管是修 不管是佛教的禅呀 还是道教的 他们都是打坐 每一个教派 他都是打坐 所有的教派的修行方式 都是打坐 他们都在告诉你 这个最基础的 怎么修炼 我其实在网上看了很多 这种所谓的修炼的方式 有人说是气功嘛 那你都先要从打坐开始 让你把这个 这个通道打通 你才可以接收到这些讯息 当你的大脑接收到了 所谓的这些讯息 你有了这些know how 就相当于打开了另外扇窗 开了天眼 你的认知 你的世界多了很多 维度了之后 你就可以跟他有这种 可控的意识交流 可控的意识交流是什么 你可以主动对他散播意识 要告诉你 就是我用意识跟你交流 我用意识告诉你事情 我用意识去改变 改变物质 把那个勺子弄弯呀 把那个磁铁吸到身上 这些都是一种 但是它都是比较简单的 包括那种什么 拿手去识字啊 拿耳朵去识字啊 中国以前不是做过那个 一些实验吗 就喜欢的一堆小孩 耳朵识字 都是这个 小孩比较容易接收到 是因为他杂念少 你让小孩去打坐 他很快就可以练成一些 非常简单的一些 所谓的特异功能 就是因为他接收到这些知识 打开了这个维度了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那些维度 你要怎么打开 打坐 就是这一个方式 只要你打坐 只要你去 跟这个宇宙连通 跟这个世界连通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知识 得到这些讯息 不用看书 不用 不用背 他就自然而然的进来 只是你要想办法 去让自己真的去接收 吸收这些讯息而已 就是我们可能 他平时来 我们根本就 没在意 我们就根本没有 让他这通畅 我们 我们没 我们忽略掉他声 你就像我们忽略掉噪音一样 我们忽略掉 其实他一直都在 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厂里 只是这些讯息 他进不来 就好比说 我们住在钢泥水泥的房子里 这很难 因为很多信息都被屏蔽掉 我们要是去什么 去开阔地方 为什么 古代人讲叫风水呢 要透风呢 南北通透 为什么 南北通透 你才可以有这个地磁场的 南北级这个讯息流动啊 你才可以接收到这些讯息啊 不然我们就像万磁王一样 被关在了一个四面金属的一个屏蔽的屋子里头 你是很难跟外界沟通 有信息交流的 外头的信息进来 你出不去 所以真正的 我们现在每一个住在钢筋水泥房子里的人 就像关了禁闭一样的 他把你的 最 猛的这个 他把你的最强的这个大脑的功能给屏蔽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到茅草房子里 回到木质结构的房子里 土质结构的 或者是自然界有的时候结构的房子里头 我们会感觉非常舒服 非常有灵感 要么为什么很多人去山里头的木房子住找灵感 他进去他就有灵感 或者说他只要出了这个金属的房子 或者是他出了这个金属的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如果是去户外 也会周围有一堆的金属的东西屏蔽掉 电线网络 高楼大厦 全都屏蔽掉了 你可以接收到那些讯息 所以我们要去山顶 为什么修行要去山里呢 一个高点 周围没有遮挡的 没有金属遮挡的 没有其他杂讯号的 去那个地方修行 是吧 不累 在不同宗教里面 他们闭关大部分都是 要需要做成像打坐姿势 然后甚至到很多大德 就是祖师大德 他们元级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姿势 就他们肉身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 是在他们闭关的过程甚至到元级的时候 那他们这个姿势一直到他们元级的时候 这个姿势里面他其实是走他运行走的 其实就是中医有讲叫一个小周天 然后呢一天是一个小周天 那你一直打打打到后来之后 不是就会有舍利子 舍利子从哪里出来 大部分的舍利子其实是从我们 就是丹田下的下方这里出来 他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就在预期 你刚刚你之前有一期提到 有说无限大无限小 对不对 他这个无穷无限的这个含义 其实就是在他身体就已经 完全的实证出来了 就是我用我的身体就能够运行 所谓的无限这个空间 无限的空间跟无限的自己肉身 怎么合而为一 最后他最后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东西舍利子 这个东西也是后来才会 才知道说身体里面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烧不灭的 然后那所以就是 这就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其实古时候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已经实证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其实在闭关 在打坐到最后会形成的 其实就是剩下了这么一个不灭的东西 不灭的物质 高僧大德他最后 元祭的时候他都会有一颗舍利子 对他的肉身很重要 你觉得像不像是超赤论 就是无限小的这颗舍利子 他可能就是一颗一个宇宙 可能就是这个大德他造出来的一个宇宙 而且他是不灭的哦 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他真的就是 人家不是人家为什么这个东西他奇特的部分 就是因为有人去烧嘛 烧了烧了之后发现他最后这个东西是不灭的 意识流的东西其实没有尺寸 这个东西是没有尺寸可言的 他也没有什么 没有时间没有空 对他没有什么一定要体积 不是我们我们一就是自己认 我们去计算可以计算得了 他不是一个可以被计算的 可以被评估的可以有重量什么 他完全都不是 他就是一个意识流 总结一下我刚才觉得我想对意识分层 就是所谓的那三个层嘛 他其实是连续的 其实就是我们最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这些 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层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自己的自主意识 然后再往上就是所谓的潜意识 就是不经常调用的 就是慢慢可能你三个月调用一次 和你一年调用一次 或者十几年调用一次的 就是慢慢往上就是越生疏 他可能是你小时候发生 对这个意识就是越来越生疏 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所谓的集体意识 就是因为它都是连通的 也就是说这些集体意识我们更调用不了 就是我们平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一些 只见过一次的东西 都很难调用过来这个这个意识 为什么催眠你可以想到很多 你意识里头有的东西 或者它是其实是一个极其潜意识 你调用了而已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打错 就是为了打通更多的这个 接通管道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接受频率很有限 有些人可能一个评两个频率 他就能接受到什么 听字啊 别人的意识啊 或者是远程遥视啊 他可能只打通了一个频率 我们要打通整个频率 就是这个频段是一个连续的 整个的一个频段 我们就是打通了越多 你接收到的讯息越多 所以这个意识就是一个围绕在我们周围 看不见摸不到的这么一个 整个地球周围的这个意识流 但是它的方向是南北极的 所以睡觉睡南北极 住屋子最好南北通透 不要住在钢筋水泥里 最好经常去到开阔的户外 这样可以接收到更多的这个意识 最好是拿你的 就是不要穿鞋子 然后直接接触地面 最好不要穿衣服 其实你整个的皮肤 它其实都在接受这个意识流 你如果说能够就是 完全用你自己的 没有任何阻碍的东西 去接触这个地面 其实就是在接触磁场 对 所以老外他们为什么 小时候不穿衣服 小时候灵感特别好 跑在什么草皮上啊 跑在什么沙滩上啊 或是什么 那都是一种比较容易接收 对那都是一种 很好的接触磁场的方式 所以你穿衣服穿得越复杂 越阻碍了这些磁场去接收信息 要不为什么出家的人 他们冥想的人 他们都穿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朴素 就比较好接受 然后在最主要最主要的 就是你这个打坐的这个姿势 是最方便最方便 就是你的这个信号塔 是直冲宇宙的 就是跟着这个引力场 直冲宇宙的是最容易接收信号 其实说到底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为什么有很多出家人说要剃头发或干嘛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造成你烦恼的原因 就是包括衣服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觉得头发不一定 因为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道理 现在很多人都说头发的用处到底是什么 触角啊 我们所有的器官 头发就是一个触角啊 然后但是你头发要长什么样子啊 要长留短 留长啊 虎人为什么不剪头啊 所以很多人